好,这一部分我们会让这个角色动起来 然后我们继续打开这个 我们刚才创建那个角色的蓝图 然后我们可以去到这个event graph 就是这个蓝图的一些逻辑的这里 你可以选择的viewport是这个蓝图的长什么样的 模型长什么样 然后点event graph 就是它的逻辑 你可以先把它全删掉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需要就让它动起来 让它动起来之前我们去确认一个事情 就是在我们的项目的edit 然后到project setting 就是项目设置这里 我们去找到这个input输入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输入是叫什么名字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move forward 它有个access mapping就是映射 它有一个向前 向前就是映射到ws 然后这里w1s-1 然后它会乘起来 比如说按s它就是向后走 然后按w向前走 当然这个东西也可以映射到这个手柄上 所以我们只要看它 看清楚它什么名字 就是这个前后是move forward 左右是move right 然后它的turn和lookup应该就是它的鼠标 或者说手柄 现在只映射到那个鼠标上 如果我们有手柄的话也可以在这里设置 然后把它映射到手柄上 只需要这里点击加就可以了 好现在我们看完了它这个名字的话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角色的蓝图上面 我们第一个就是控制它的鼠标 或者说它的相机的旋转 我们可以选择点一个input 在这里单击右键 然后我们去输入input access 这里有一个turn 对就是input access turn 这个turn就是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那个input里面的一个名字啊 然后再选择input 在这input access turn里面 我们再选一个addcontrollererinput 就是把这个turn这里面的对应的值 就ws的值啊 不是ws的值 这是一个那个相机啊 就是那个鼠标的 应该是鼠标的s轴和y轴 就分别是s轴和y轴 这应该是y轴吧 我不太清楚 但这里就是控制鼠标的移动的 我们把它那个轴的值啊 放进来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去控制这个角色的 这个一个呃 虚幻自己默认的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再选择input 我们要选择的是一个lookup 然后这个lookup把这个用control w 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啊 不是不能复制一个啊 因为他刚才那是yard 然后下面这个是控制这个pitch 其实rpitch row就是有点像是啊 啊啊 不同轴的旋转一样 具体是他是对应哪个轴 你可以上网查 但这个上面这个是对应这个yard 下面是对应这个pitch 然后把这个值连起来 然后这就是啊 他的这个鼠标的控制 然后我们再可以选择下面就是选择 input 然后有个moveforward 我们 或者直接搜索moveforward 这个在这个input底下有个moveforward 就是啊 打ws 或者说 如果你要手柄意思的话 就手柄那个摇杆上面控制的那个值 然后这个moveforward 我们可以去把它有一个 连进来有个叫movement input 就是把这个 这应该是跟这个caratmovement底下的一个函数 然后把这个moveforward值连接到这个scale的value这里 下面啊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去有个move right 就是刚才我们input里面看了可以看到有个move right这个啊 input 我们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就可以复制了 cntl w复制它啊 复制一份之后把它拖下来 然后把它连接起来就是从这里开始执行 然后把它的那个职业放进去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ovement input 这个函数还需要一个wall direction就是世界方向 这个为了拿着这个世界方向 我们可能就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啊 给看出了 rotation就是这个角色的这个在这个世界里面方向 然后得到这个值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rotation它其实是一个啊 啊 vector3就是一个向量 我们把这个把它拆分拆分之后 我们只需要它的z的值 因为它这个啊 就是啊 就我们对我们就只需需要z的值 然后再点这个make rotator 然后把这个make rotator这一部分就是把z连到z 不要这个x 点击这个alt键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取消这个连接 点击完之后 我们这个得到这个rotator之后 可以get forward vector 这个forward 这个就是它的wall direction 这个下面这个再可以get right vector 这个得到一个新的向量啊 这一段操作是具体是什么数学原理的话 就不解释了 我 对当我们得到这些之后 我们就可以稍微暂时保存一下 啊 就是把这些放进去了之后 我们回到场景里面 当我们点击开始 然后现在 可以看到我现在点那个鼠标 然后左右键可以去移动了 就是 但就是它的这个旋转的旋转速度非常快啊 啊 这是啊 现在目前的第一步 这一步做完之后还没有结束 就是我们它的啊 控制 我们要到这个spring arm这里 到spring arm这里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camera setting 这个spring arm 有一个use point control rotation 就是把这个point control的一个rotation pass给它 去控制这个 后面这个啊 spring arm 然后这个spring arm 会带着相机一起移动 然后我们保存compile之后 然后我们再点play 这时候我们点击那个框的时候移动我们鼠标 它等于说我们现在鼠标的速度值 是可以控制那个spring arm的 spring arm的带着这个相机 在转动视角 然后我们在这个键盘上去啊 移动啊 我们的 WASD 或者是印射到那个 呃 手柄上的话 也是一样道理 你可以看到它 现在我在往前走 然后我在点S 往后走的时候 它的 它的旋转方向会 啊 对 就是会 好旋转回到它目前移动的方向 然后同时我们用个鼠标 去控制这个啊 旋转的方啊 这个相机的方向 这就是一个比较像啊 黑魂 这些第三人生游戏的一个 控制的视角方式 然后这一个啊 简单一个movement 就是做到这里 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加入更加多的功能 去完善它的movemen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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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